患有中度身心障碍的郑女士 一个人独居在无况相当差的海沙屋 得知郑女士的情况 恒山行善团在评估后 决定帮郑女士修缮丈夫所遗留下来的40年平房 让她住得安心 由于经费较高 幸好有桃园基附房屋的协助 两个单位出钱出力 送给了郑女士一个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母亲节是家人团聚一同敬和的美好时光 但对于独居在新店的65岁郑女士来说 心中却一直很遗憾没过过母亲节 为了帮郑女士圆梦 恒山行善团在母亲节前夕 特别带来了蛋糕与康兰心送给郑女士 陪她欢度温馨母亲节 场面相当感人 我从出生到现在 我没有过过母亲节 我今年很开心 郑女士患有中度身心障碍 目前一个人独居在海沙屋 不仅屋内潮湿漏水 天花板的水泥更不断剥落 安全堪率 郑女士原本想搬到 荣民先生所留下来的40年瓦房 但平房老旧 屋顶破洞 下雨天严重漏水 多处硬体损坏 最后透过新北市乐心家庭资源中心的展介 恒山行善团决定为郑女士修缮平房 但这次修缮经费较高 正当行善团寻找资源的同时 正好获得桃源基附房屋的鼎力相助 人力还有我们的专业资工都不是问题 但是偏偏就是经费出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一路以来都是要去筹这些经费来做 那刚好有一个机缘遇到那个基附房屋 那基附房屋的李副总跟秀满老师都非常有心 他刚好也要做一些那个社会回馈的动作 那刚好有这个机缘 透过这个他们的秘书 刚好有机会连结起来 这一次跟这个我们的恒山行善团的猪团长 他也发起了这个要帮这个毕猪妈妈 整理这个海沙屋漏水的这个修缮事 所以我讲说趁着母亲节之前 帮妈妈把这个这个部分把它弄好 那也让他有一个这个开心的母亲节 恒山行善团与基附房屋除了帮平房更新铁皮 也修补了室内的水泥墙木造门等部分 志工们更帮忙整理凌乱的环境 送给郑女士一个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记者成品这门奇心店采访报导